装修 装修的過程中會產生的有毒物質 比你想像中還要多很多 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 架權 這次我們這個岸場所使用的板材 像系統櫃 我們一律都是用 歐盟E-1等級的板材 而木材等級呢 都是使用F-1等級的 所有的黏著劑呢 也都是選用水性環保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優尼克設計的George 今天又到我們喬開箱的時候啦 有沒有很期待呢 今天我們位在這個岸場呢 是台北市的大直 它是一個17年的中古屋 它的坪數是27坪 格局是三房兩廳兩位 一開始我們來到這個中古屋的時候呢 我們進來就發現 哇 那個天花板是嚴重的變形 屋主每天出來裡面擔心害怕 再來就是我們自己有檢測到 它所有的地磚 都是有那個空心捧共的程度 達到了7成左右 還有一件很離奇的事就是 它的總開關箱 竟然在一個沒辦法打開的位置 等一下我會一一說明 怎麼樣把這些困擾給解決 如果你家也有這些煩惱 記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哦 影片開始前記得訂閱我們 每週六下午1點準時更新 哈囉 請進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我們的玄關區域 在這個地方我們當然配置了我們的鞋櫃 但是你可以看到哦 這片的大門 玄關大門比較大片 所以它分成子母門的形式 那為了更有效利用空間 你可以看到鞋櫃一直過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突然坐進去做了一個潛櫃 因為這片子母門的這片小門要可以開 這樣子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空間 如果你都做一樣深那這片門就打不開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鞋櫃 它的尺寸比較不一樣 我打開給你看 如果你想要連鞋盒一起收藏的時候呢 我建議你的鞋櫃空間 允許的話可以稍微做深一點 像我們這邊做到已經快40公分了 那一般的鞋櫃是35公分 所以如果你連鞋盒都要收藏的屋主呢 你可以做深一點 我們來看看這個鞋櫃的左邊 我們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展示空間 為什麼呢 其實它後面有包了一根柱子 所以它的深度沒有辦法太深 原本一開始考慮要直接把它給封掉 但是想一想好像蠻浪費空間的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比較淺的展示空間 但又怕跟旁邊的鞋櫃呢太過一樣了 所以我們刻意做了一個跳色的對比 這樣讓整個鞋櫃的空間看起來特別有質感 我們離地保留一些空間 除了剛好給內部的透氣使用之外 我們也配合了燈光設計 剛好可以柔化這樣的櫃底給我們的壓迫感 接下來我們往前走 一看到就是我們這個屏風的造型 這次我們採用的是一個木格柵的屏風造型 上次我們在三重有一個開箱 不曉得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前面做了一個鐵劍的特殊屏風 那有人就在底下留言說 除了鐵劍屏風還有沒有別的造型的屏風可以參考呢 這次這個木格柵屏風就是蠻多人也喜歡的一種造型 我個人建議在做這種木格柵屏風的時候 可以試著把它打斜45度 每天的光線照進來的時候 其實它會在天花板以及地板上面呈現出光影的線條 接下來我們要來到客廳了 從鞋櫃這邊延伸過來 我們做了滿滿的收納櫃喔 這個收納櫃打開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建議做成活動成板 因為你這樣子要調配放什麼東西呢 你會比較適合 在櫃子底部呢 我們也建議留一個比較高的空間 你可以放一些比較大型的東西 接下來我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我們的客廳 我們的工領域呢 希望是營造一個柔和素雅的氛圍 在櫃體跟電視牆連接的這個部分 我們刻意做了一個圓弧的牆面 還有天花板這個地方 我們也用了一個圓弧的造型 就是希望把那個銳利的直角給修飾掉 利用兩側的線形燈 來產生視覺引導的效果 這樣整個空間就會有向前延伸的感覺 來你看看這個是什麼東西 大理石嗎 看起來像大理石對不對 其實它是一種仿石紋的美奈版 現在的建材其實都非常的進步 像這種仿石紋的感覺 其實它可以做到非常的擬真 所以如果你家想要一點輕奢華的質感 你可以考慮像這樣子的建材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的餐廳跟廚房區域囉 我剛才在開頭的時候有講到一個 我們的總開關箱在一個完全不可以開啟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 原本是在這個位置 跳電的時候怎麼辦 我需要把總開關箱打開 可是城板又封住 難道我是鐵拳就一拳打下去把它打破嗎 不太可能嘛 還是說網友你有什麼好意見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們這邊做處理呢 當然是把一開始封住的城板給拆掉 我們把總開關箱移到了別的位置去 這邊一樣做了一個餐櫃 來供餐廳使用 像這個餐櫃的腰帶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利用這樣子的鏡子反射效果 可以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更大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張餐桌 這張餐桌材質是所謂的陶板 它的特性呢就是好清潔好保養 而且耐高彎也不容易吃色 哇這麼棒的餐桌 連我都想要買一張 我們抬頭往上一看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 非常特殊造型的天花板 其實呢這是因為餐桌的正上方 有一根大樑 那以前一般的做法就是 把樑給包覆起來 可是一旦這樣包覆的時候 整個天花板的高度會下降 那你吃飯在這地方其實會有一點壓迫感 那我們就用一個圓弧的造型來修飾這根樑 在餐廳的旁邊呢 我們這邊設計了一個展示櫃 原本這邊是一個門的入口 所以我們將門的方向往旁邊移了一點 然後將這道牆內縮進去 設計了一個櫃體 有些展示櫃會在上面裝兩個燈 結果燈光透不下來 像這樣線形燈的設計呢 才能讓每一層的展示品得到足夠的光源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廚房的區域 這次的廚房空間其實不大 所以呢我們建議屋主選用日系廚具 為什麼選用日系廚具呢 它其實是以強大的收納能力為著稱 我來舉個例子做說明 你來看這邊 這邊在一般的廚具裡面呢 通常都是踢腳板 它是沒有辦法做收納的 可是我們日系廚具很厲害哦 你看以這樣的瓶子來說 它收不進去了對不對 可是日系廚具它有一個足元抽 我收起來給你看 它其實可以收得進去哦 它的收納高度足足有20公分哦 還有一個我真心推薦的地方 就是這個水槽 這個水槽採用的是一體成型的設計 它有別於我們傳統的水槽 我們傳統水槽有接縫嘛 所以我們就會打CDCon 一旦打CDCon 使用久了就會怎麼樣 發霉變黑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會很噁心 但這個設計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一體成型的 就是我們後面這整個高背牆 這個轉彎的地方 它也是一體成型這樣折上來的 所以也不會有接痕 它還有擴充收納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檯面的收納做得更齊全 其實有很多的相關五金可以去選購 那你看哦 這邊有些小巧思哦 這個排水洞它是比較前面的 我們一般的水槽都是在正中間 那這差別差在哪裡 我們打開抽屜說明給你聽 你看如果排水洞在中間的話 其實它這樣的收納就會被占用 就不好用了 所以呢 它的排水洞在前面 我們多了一塊利用的空間 而且它的是做了雙層的設計 下面也可以收哦 那在做廚房龍頭的設計上面呢 我比較推薦是像這一種 伸縮用的龍頭 因為它可以360度沒有死角的部分 它可以做清洗 你去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一般的龍頭 那如果你要洗旁邊邊邊角角的時候 你會怎麼洗 就是用手這樣撥這樣擦嘛 所以旁邊就會有些死角的部分嘛 它沒有辦法移動啊 它有個角度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我們的 廚房規劃設計 黃金動線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冰箱 再來是什麼 水槽 然後切菜台 再來是瓦斯爐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黃金動線 洗碗機擺在水槽的附近 就是旁邊的位置 我們這邊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櫃子 用了一個特殊五金 叫做雙折仙門 它是這樣使用的 好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使用雙折仙門呢 來我來說明給你們聽 本來我們的雙一字型 這邊的寬度 最應該保持理想的是 90到110公分 可是我們慢慢慢慢慢慢 縮進來之後 這個地方卻只剩75公分 75公分 如果我們這邊還要做櫃子 來使用的時候 這時候開門會打到 像這樣打開 哦 我要往後閃 所以我們用了雙折仙門 打開起來 我根本就不用動 就可以讓它使用 好 關起來也是非常輕鬆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主臥囉 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主臥的彩光非常的好 屋主希望我們幫他設計一個 比較素雅柔和的風格 所以在主牆面的部分呢 我們幫他設計了一個 淡淡的青綠色 在床頭兩邊配置了兩顆 比較有造型的床頭壁燈 讓它成為整個牆面的視覺焦點 其實床頭部分呢 也不一定每次都要設計很多複雜的造型 你可以利用像這樣的壁燈 來做一個點綴 讓整個空間看起來其實不單調 而且又有質感 這個主臥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在這邊 我們利用窗台下的空間 做了一整排的收納櫃 來好好的利用空間 可是啊不是每一個房子都有辦法做成這樣的收納區域 要看原始的條件 允不允許 再來介紹我們的主浴囉 在淋浴區這個部分 我們的地磚特地去做了加工 讓它指滑度更好 而旁邊這一圈周圍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降板設計 讓它整個排水可以更加的順暢 這裡呢我們也做了全面的翻新 那上面我們配置了一台多功能暖風機 至於它的功能怎麼使用 我等一下去客域的時候再操作給大家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客域 這次的浴室呢我們除了全面更新之外 有一個設備 是我覺得現在浴室一定要裝的 那就是多功能暖風機 它其實有很多功能喔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台比較特別 它還會有照明功能 然後熱風、涼風 甚至衣物烘乾、換氣 還有風向、空氣進化等等 像我自己的使用習慣就是換氣系統 我會24小時不停的打開它 讓整個浴室的空氣保持一個循環的作用 比較不會滋生黴菌啊 或是裡面有一股很重的潮濕味 我們來做總結吧 今天這個裝谷有兩個比較嚴重的污礦問題 我來一一為大家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天花板嚴重變形 因為這間原本的裝潢 它是十幾年開始就做了 當初使用的材料其實是氧化煤板 那氧化煤板這個材料呢 比較沒有辦法吸附濕氣 它也比較不抗潮 所以久而久之開始就變得嚴重變形 現在我們天花板使用的材料都是細酸鈣板 這也提醒了我們選對材質的重要性 因為你用對了建材 你的裝潢才能使用的比較長久 二瓷磚空心 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捧共 捧共就是瓷磚跟地板 中間的那個黏著層它不應該有空氣的 但是因為當初可能施工不確實或是工法不對 而造成中間有一層空氣 之前我們有出一集實際用櫻枕棒去敲打磁磚 來分出什麼叫做實心的 什麼叫做空心的還記得嗎 我會建議你如果你家的地磚 有捧共的現象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寒流來完之後呢熱脹冷縮很急劇的情況之下 萬一爆炸那會傷到人頭 這次的設計有三大特色 一我們運用了很多的弧形的設計 來淡化了直角的銳利感 像客廳的天花板還有電視牆 以及客浴旁邊的造型牆 這些都有用到圓弧的設計 第二選用日系廚具 讓小廚房也可以擁有大機能 屋主本人也對日本廚具愛不釋手 因為它同時兼具了強大的收納 以及好清潔這兩大要素 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廚房 日系廚具其實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第三這個暗場是我們執行的綠裝修設計案 當初這個屋主呢是因為身邊他有親友 因為生病而離世了 所以他開始意識到了健康的無價 那我自己本身也覺得 我們現在的生活其實有很多跟健康的問題 像是食安啊空污啊這些問題等等 裝修的過程中會產生的有毒物質 比你想像中還要多很多 大家最常聽到的就是甲犬 這次我們這個暗場所使用的板材 像系統櫃我們一律都是用歐盟E-1等級的板材 而木材等級呢都是使用F-1等級的 所有的黏著劑呢也都是選用水性環保膠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堅持選用健康的建材呢? 在我心裡面我認為我們給予客戶的 並不是這三四個月的裝潢期 我把你的空間弄得漂漂亮亮 四個月之後我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更想給予客戶的是一個安全更健康的居住空間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次的設計你喜歡哪個地方呢? 也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請問我們的節目嗎? 還想看更多居家設計改造的內容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 記得要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碧小編 我們下次見掰掰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珍珠包、石斑與菲利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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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